鸡屁股是不是真的不能吃? 鸡屁股,又叫鸡尾巴、鸡油、鸡腰子等 是很多人喜欢吃的一种食物,尤其是在烧烤时 鸡屁股的香气和味道很诱人 但是,你知道吗? 鸡屁股其实并不是鸡的屁股,而是鸡的尾脂腺 它是一种分泌油脂的皮肤腺,有着重要的生理功能 那么,鸡屁股到底能不能吃呢? 吃了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尾脂腺 尾脂腺是一种位于鸟类尾端背侧的皮肤腺 可以分泌一种油脂用于涂抹在羽毛上 增加羽毛的光泽和防水性 尾脂腺的功能和成分会因为鸟类的种类 年龄、时间和性别而有所不同 有些鸟类的尾脂腺还可以分泌一些有抗菌 抗真菌或抗微生物的作用的物质 或者含有维生素D的前提,有利于骨骼生长 有些鸟类的尾脂腺还可以分泌一些带有强烈气味或颜色的物质 用于射胶和求偶 尾脂腺是鸟类特有的一种皮肤衍生物 大多数鸟类都有尾脂腺 但也有一些鸟类没有 如鸵鸟、鹤鸵、部分鸽子和部分鹦鹉等 对于那些有尾脂腺的鸟类 它们通常会用会祸角粘取尾脂腺上的分泌物 然后在全身里毛时将其涂抹在羽毛上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把尾脂腺叫做鸡屁股呢? 这是因为尾脂腺在形状和位置上很像动物的屁股 而且在烹调时也往往和屁股连在一起 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下鸡屁股能不能吃的问题 从营养角度来看 鸡屁股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胶原蛋白 对于皮肤、头发、支架等都有好处 但是它也含有很多脂肪和胆固醇 对于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 心血管疾病等患者来说是不利的 因此鸡屁股并不适合经常吃 也不适合吃太多 一般每周吃一次 每次不超过两个就可以了 从卫生角度来看 鸡屁股也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萎之腺是分泌油脂的地方 所以它很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物质 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导致感染或中毒 另外,萎之腺附近还有一个叫做法式囊的器官 它是鸟类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可以产生抗体和淋巴细胞 但是,法式囊也可能含有一些致癌物或致肌物 如果吃进去就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因此,如果你想吃鸡屁股 你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选择新鲜、健康、无病无残的鸡屁股 避免买来路不明或已经变质的鸡屁股 在烹调前,要仔细清洗鸡屁股 并用刀刮去尾支线和法式囊 这两个部位是不能吃的 在烹调时,要用高温或长时间的方式将鸡屁股煮熟或烤熟 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物质 在食用时,要配合一些清淡、消化、沥尿的食物 如白萝卜、芹菜、茶水等 可以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油脂和毒素 总之,鸡屁股是可以吃的 但是要注意处理干净 并且适量食用 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信心 并且喜欢鸡屁股的味道和口感 那么你可以偶尔吃一些,享受美味 但是如果你有任何不适或过敏的反应 请立即停止食用并及时就医 希望这篇文章能让你对鸡屁股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并且能够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谢谢你的阅读